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希望看新闻 我是婉婷 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给我们点赞 订阅 今天是2020年的8月4号 星期二 下面为大家带来一组国际方面的热点新闻 中国党媒 新华社 中央电视台等日前宣布 香港警方以涉嫌煽动分裂国家 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等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 对6名海外民主派人士发出通缉 这6个人包括前香港政治创党主席罗冠聪 英国驻港领事馆前职员郑文杰 香港民主委员会总监朱慕民 本土民主前线前召集人黄台昂 香港独立联盟召集人陈家居 学生动员成员刘康等 根据报道 这些被通缉的人目前身在美国 英国 德国 荷兰等地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8月4号发表声明 谴责中国共产党通缉美国公民的举动 凸显了中共实施超出国境的权威主义 声明中指出 中国共产党在不容忍本国公民自由思想的同时 正试图将这一行径扩散到境外 最新的例证显示 中共当局对包括美国公民在内的六名境外民主活动人士发出了拘捕通缉 美国和其他自由国家将继续保护本国国民 免受北京长臂权威主义的危害 瑞士外交部长凯西斯在7月2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中国正在背离开放之路 如果中国执意继续下去 西方国家将更加果断地做出回应 凯西斯认为 中国政治自由化与经济自由化不成正比 而且中国侵犯人权的情况正在加剧 就北京在香港强推港区国安法 凯西斯表示 中国若在香港问题上摒弃一国两制的原则 也会影响许多在香港投资的瑞士企业 凯西斯的表态意味着瑞士可能成为继英国 法国 德国等西方国家之后 另一个就港区国安法反制中国的欧洲国家 中共官媒随即发动舆论 指责凯西斯跟风美国和英国 污蔑中国侵犯人权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等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应称 中国人民对中国人权状况最有发言权 凯西斯的有关言论缺乏依据 他还称 港区国安法将使一国两制在法律轨道上行稳致远 汪文斌还打出经济牌说 中国始终坚持打开大门搞建设 瑞士的金融企业能在中国的金融市场开放中受益 希望瑞士各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珍惜中瑞关系的发展局面 法国时事评论员王龙蒙表示 香港国安法唤醒了欧洲国家 很少就中国人权发生的瑞士 这次瑞士的外长表态也预示着欧洲国家不再对中国人权问题和香港问题沉默 王蒙龙说 瑞士外长凯西斯讲出了问题的实质 原来很多西方国家希望中国经济开放 带来政治良性发展 但他们眼睁睁看着中国已将专制的手伸到香港 也伸向全世界 中国对西方国家的威胁远大于这些年他们西方国家所获得的经济利益 西方国家既然看清这一点就应该果断的对中国做出反制 王龙蒙也表示 瑞士外长发声引起中国的快速反应 也表明瑞士的表态是对中共有杀伤力的 瑞士银行应该有大量的中共利益集团的存款 如果瑞士及欧盟未来制裁侵犯人权的中共官员 冻结他们资产应该是中共最恐惧的 法国外交部周一声明宣布 在中方实施有争议的香港国安法后 法国将不再认可2017年5月4号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签署的沿渡协议 声明强调 香港国安法改变并损害了1997年 香港从英国统治下回归中国时达成的框架协议 并给一国两制原则 尊重香港高度自治和相关基本自由的承诺构成挑战 包门斌在8月4号北京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 批评法国方面的涉港言论和举措是干涉中国内政 中方坚决反对 目前自北京当局在今年6月30号 在香港强制实施国安法以来 英国 澳大利亚 新西兰 加拿大和德国 已经相继宣布终止与香港的印度协议 我们将继续为您更新相关的新闻报道 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频道 以上内容由Sky制作 我是婉婷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支持我们的YouTube频道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赞 打开小铃铛 您的订阅和转发都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